ok 好 那么我自己这个视频呢 因为我要经营我的那个频道嘛 我这个主要是养花啊旅游啊 还有咱们的法语 所以呢 我会把这个上传上去 但我上传呢 我不会那么长时间 我会剪辑一下 尽量让大家在二十多分钟半个小时之内 把咱们的课程的东西学到 因为中间我们有中段的 浪费的时间没有必要 好吧 嗯 差不多我们开始了啊 我们不等了 现在8点03 好 同学们好 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美洲法语课 初级零基础法语课 今天应该是我们的第五节课了啊 我了解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几个新的语速 另外呢 从 从这节课开始呢 我会逐渐的给大家增加一些语法的现象 比如说上节课就有 比如说就有那个 主语 主语代词等等等等的 这种这种情况啊 就有这些个语法现象在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学发音 我们要学学生词 要学学说句子啊 这种情况 好吧 稍等 这怎么回事 我呢 上一节课的所有的内容呢 我就不再一一的复习了 但是这个呢 我希望同学们再强化一下 因为有的朋友 课后会问我 说这几个音符还念不好 不知道怎么念 我特别想学 那特别想学 我就今天再强调一下 B音符 我们叫B音符 这三个 是最常用的 最常见的 软音符 分音符 大家会发现 这个词 已经在这里面出现了很多次 阿克桑是什么意思呢 阿克桑的意思啊 就是音 口音 比如我们说 这个人说法语 或者说英语 有很浓重的口音 那么就是有阿克桑 有阿克桑呢 当然了 对于我们学习标准法语的人来说 有阿克桑不是 不是一件很happy的事情 不是 对吧 因为你听不懂 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 就像你 如果说你移民到魁北克之前 没有学过法语 你在魁北克学的法语 那你标准的accent 那可以摆寡 对吧 无所谓好坏 我说过多少次 好吧 这是音符 发音规则呢 再强调一下 在词末发音的辅音字母 大家会发现这些个辅音字母 比如说C 比如说L 比如说F 比如说R 它都是要发音的 包括G 那么最常见的 或者说最有法语特色的 大家难以忘怀的 就是这个R R在单词的结尾 肯定发音 这是它法语的一个 一个最有标志性的一个 一个语法现象 也是一个语音的现象 那么这个是我们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说 主语 人称代词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词呢 它是代词 我们中文讲代词 是代替名词的词 代替名词的词 它是一个词词 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你我他 你们我们他们 我带着大家再读一遍 再读一遍 竖着 我你他 我们你们他们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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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Nu V V il il L L 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读的时候呢,我这个口型是 比较夸张的 大家要理解 正常你说 法国人 或者是正常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法语 不会这么说话 R D D 完了 Nu Nu 大家有这种感觉 就像我们如果进行对外汉语教学的时候 我们教中文也是这么教 我在 零 零 零七年 零五年的时候 在Montreal的Bolis 也教过中文 那么 教中文的时候呢 就不像我们中国人日常说话那么夸张 那么那么简单 它是非常夸张的 非常夸张的 我 你 他 我 我 门 所以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不可能说中文这么说 我 我 门 金 天 那你说你得笑 你得笑啪去 对吧 对 所以 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我们就是要慢慢的学 就像我刚才发音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的是注重我的这个口型 而不是低头在看你的本上 或者是看这个PP当中这个词 这个词我希望你们就记住了下来 就不用再 我再强调了 你回家背一下 会墨写去 这个我不强调了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要看我的口型 啊 如果你的屏幕大的话 看一下 我舌头啊 放在口箱的什么位置啊 等等等等的 如果能看得清楚的话 最好的 这是主语人称代词 那么通过主语人称代词呢 我们能够 看得出来 法语的词呢 是分为阴阳性的 啊 还有单复数的区别 但是在这里面 我再强调一下 这个乌里面 也有单数的情况 就是您啊 就是您 好 这是主语的人称代词 那么 我们就要遇到了 公主改宗 啦公主改宗 动词辩位 动词辩位是法语 最难的啊 最难的 我跟你们说 嗯 有的同学学初级 法语已经第二次了啊 仍然说我最犯愁的就是 动词辩位 其次是什么呢 就是名词的阴阳性 有些的阴阳性 真记不住 理解 但是动词辩位这个呢 不仅你们犯愁 法国人自己也犯愁 就是法国的学校啊 初中高中也好 啊 考试 还是会考同词辩位 还是会考同词辩位 同样如果是你们在Montreal 你去逛一些书店啊 啊 Indigo啊 chapter啊 这些书店的话 你去看看 他专门有 讲 公主改宗的书啊 法语当中专门有这种书 甚至就像说白了就是个字典 你要去查 啊 就像我们查字典一样哦 数学公式第三组 爬第三组 然后呃 C1 第几页 然后这个词 词根配的什么 是的 他是要学的 法国人自己也是要学的啊 我呢 在2005年啊 在蒙特利尔大学读的研究生 我们是读的文科的 是Bibliotheconomy 图书馆学 那么 呃 我们这个专业图书馆学呢 就是文字嘛 就是玩文字嘛 我们班上就两个中国人 呃 这个班五十多个学生 我们一块写作业交作业 当时我就想哎 完了 人家都是本地人 那我写这个写这个paper 写这个论文啊 肯定是倒数积极的 哎 我发现我没考的那么差 很多当地的葵瓜写的就是 因为蒙特利尔大学还不像其他的英语大学 你在文科的时候你的法语的成绩要上10%的 就是你的理论你的课题你的研究的再好 你法语写的论文与法语对错误的 那10分也没有了 就是基本上我能得个呃 7分到8分 很多魁北克当地的人 我那些班魁瓜朋友还真有得6分的呀 我的感觉非常的惊讶 就是中国的这种应试教育 我这大学本科大学四年 这法语学的这这这不是白学的 嗯 不一样所以我用我这种方法教我的学生 我也希望你们在书写的时候能争口气 不争馒头争口气啊 手输错了 OK好 那么话说多了 这就是肚子变位 肚子变位呢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最常用的 就是试这个词 首先注意一下爱特的写法 这个写法 上面有一个这个东西小帽子 戴着小帽子了 这个小帽子叫什么呢 阿克桑 西功夫雷克斯 有个阿克桑西功夫雷克斯 好这个呢就相当于英语的呃 呃 比 它是一个动细动词 动词是的圆形是爱特啊 啊 那么他变位的时候念什么呢 我给大家念一遍 大家先听啊 先不用跟着念 我带着大家再读一遍啊 这回你很大家可以出声跟我一起念啊 亦随 只懂 注意啊,不要读成 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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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 是哪位同学静一下音,静一下音,好,然后呢,这有一个问题,大家在读这个发音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 看这个以来,那为什么我不能读成以来,好,上节课没说,因为时间的问题,这节课我告诉大家, 连诵和连读,有这么一个情况, 法语的,为什么说法语最难的语言,就是因为他在说的地方,在写的地方的复杂性, 那么我们强调啊,在同一个节奏组,这句话很重要,我上学的时候没理解, 我说到处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有的地方连诵,有的地方不连诵呢, 一定在同一个节奏组内,什么是节奏组, 我估计学过英语的同学也能够理解,就是我们主要的意思在一起的那个, 那一个词段,我们叫做词段,后面我会跟大家讲, 在同一个节奏组内,如果前一个词, 大家想这个事情啊,分析这个字,是这个表述, 如果前一个词的词末,词末是不发音的辅音字母, 比如说,这个, 雷,这个S,不发音,对吧,不发音, 好,但是它后面一个词, 是以一个原音字母,或者雅音R是开头的, 雅音R是什么,就是R后面那个字母也是原音, 总之,你遇到是一个原音的字母, 这种情况下,把这两个字母合成一个音节来读, 这就叫做连诵, 这是一种发音的习惯, liaison是一种发音的习惯, 主要是为了发音这个顺畅, 丝滑,柔和,不断, 如果断,你像刚才那个, 一了,哎, 一了,哎,那就断开了, 一了,哎,多流畅,一了, 好,那么下面这两个呢, 大家注意,第一个怎么念, 雷贼达俱逆, 雷贼达俱逆, 等会儿啊,我这个写错,写错了, 他这个, 嗯, 少了个, 雷贼达俱逆, 因为它是大写的, 我当时还是不行, 还是要修改一下, 嗯, 我当时这个键盘没找到发音, 大写, 好, 这是这个词的标准的, 写法, 标准的写法, 雷, 雷贼达俱逆, 注意, 第一个连诵的是, S和A, A是原音字母吧, 有人跟我说了, 他上面有个, 那不管, 那不管, 他是原音, OK, 雷, Z, 后边, 大, 后边这个DS都不发音, 对吧, 哎, 那这个S要跟后边这个U, 连起来, 连语, 追逆, 雷贼达追逆, 雷贼达追逆, 雷贼达追逆是什么意思, United States, 美利坚和中国, 美国, 所以在法语里边, 美国就叫雷贼达追逆, 他简写就是, 阿语, 阿语雷贼达追逆, 对, 中间有一横盖, 雷贼达追逆, 这是美利坚和中国标准写法, 下面这个词, 雷贼达追逆的, 他就是一个雅音的阿诗, 所以有的同学, 会当时有疑问, 李老师你讲, 又有雅音阿诗, 又有虚音阿诗, 什么是雅音阿诗, 什么是虚音阿诗, 不管雅音阿诗, 还是虚音阿诗, 那个阿诗不发音, 这是肯定的, 之所以雅音, 是指阿诗后面, 有个阿, 有原音, 如果是个辅音的, 或者是其他的, 再说, 这是这个, 一种讲法, 但是呢, 怎么说呢, 真正的雅音阿诗, 虚音阿诗, 是怎么来的, 我后边再跟大家说, 不是你认为, 有同学说, 就是后边原音, 字母就是雅音阿诗了, 虚音后面就是, 那个福音字母, 就是那个虚音阿诗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以雅音阿诗, 虚音阿诗是比较复杂的事, 咱们后边再说, 好, 很多时候, 雅音阿诗, 虚音阿诗需要你自己去背的, 这是一个, 好, Lizabeth du的, 什么意思, 习惯, 习惯, 下面这是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呢, 我今天要拿出来, 因为是我们第一次, 遇到法语的句子, 这是一个, 非常标准的句子, C, DAN, NANG, FANG, 你看我这个读法, C, DAN, NANG, FANG, 它有两侧, 连诵, 但是呢, 这个后边我跟大家解释, 这个念安, 数字的一, 对吗, 安, 但是呢, 它会有一个拆开, 但是音还不散, 我们后面会讲, C, DAN, NANG FANG, C, DAN, NANG FANG, 有的, 还有的朋友会问我, 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遇到, 很多, 说法语的人, 不连诵, 不连诵, 确实, 有人, 不连诵, 什么人不连诵, 没有歧视, 没有任何歧视, 就是说每个人发音的习惯, 非洲的朋友一般不连诵, 西非的法语很多, 不连诵, 但是非洲人当中, 有的人会连诵, 连诵不连诵, 有的时候体现出来, 是你一个发音的习惯, 有的时候是你接受教育的一个水平, 等等等等的, 这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咱们在这里不提, 就是告诉大家, 连诵, 不是必须的, 我这认为啊, 不是必须的, 你说不对, 我们别的老师说, 必须连诵, 不过呢, 这事你不连诵也不犯法, 是不是, 就是连诵出来好听, 不连诵呢, 难听, 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 你说我就喜欢这个吊链, 那你就, 你就自己就定这个吊链就行了, 所以我当时, 我跟我的学生说, 开玩笑的时候, 我说不连诵不犯法, 但是你连诵呢, 更优雅,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连诵是什么, 连诵是前一个单词, 词尾的辅音或者原音, 和后一个单词的词首原音, 连在一起读, 这个叫原因, 连诵, 有这个, 第一个, 以类就是我们说的了, 连诵了, 以类各后, 以类各后, 所以讲到这儿, 留下一个扣, 是连诵还是连诵,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 什么是连诵, 什么是连诵, 有没有区别, 有, 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谁知道? 阿菲尔提塔 对, 是发音的, 后面那个A, A, 所以R和A连接来读, 所以这个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你说我这个不连音, 不连音我真听不懂, 我得想一会儿, 因为已经成为一种, 已经连在一起, 让人一种标志性的一个发音了, 你断开之后, 我有时一时半会儿, 真想不起来, 这是什么东西啊, 拉杜和埃菲尔, 什么塔, 埃菲尔阿阿埃菲尔提塔, 他要想一想, OK, 好, 这是我们讲连诵和连音的区别, 这是前面基本都是, 我们复习一下, 数字我们也讲过了, 好, 现在, OK, OK, 好, 我们讲一讲, 性术的配合, 这个上次讲了吗, 我忘了, 应该没讲这个吧, 没有, 没有, 这是新的, 我们就这上面这个, 上面讲的, 这个中词辩位, 是的意思, 就这个来讲, 性术的配合, 我们先看, 这个吧, 先看这句话, 好, 先看这个, 先出来的这个, 这是法语当中的一种表述, 一种非常简单的表述, 句子的几大结构, 全都在这了, 句子几大结构, 全都在这了, 大家看, 是主语, 是我, 我是主语, 是是, 后面是一个我们叫做表语, 就是表示这个主语的性质, 身份, 包括颜色, 大小, 状态等等等等, OK, 他不是宾语啊, 宾语是动作的承受者, 而这个是表语, 这个没必要记啊, 我就是为了我说的痛快, 这是表语, 它是表述主语的一个性质, 状态, 身份等等等等等等, 包括年龄啊, 大小啊, 颜色啊, 就这些了, Deknesian, 意思是说, 我是一个技术员, 我是一个技师, 在这个理念, 我通过这句话, 能够探测出来, Deknesian, 它是阳性的, 它是阳性的, 所以这个人, R应该是个男的, 不是应该是个男的, 肯定是个男的, 肯定是个男的, 因为它是Deknesian, 而Deknesian的阴性, 女技术员, 叫Deknesian的, 后边双写, 再写一个I呢, 加一个R, Deknesian, 到下面, 大家注意看, I le, 下面这句话, I le, I le, I le professeur de la science de l'information, I le professeur de la science de l'information, 他是信息学的教授, 他是一位信息学教授, 或者说信息学老师, 但是这里面, 他为什么没有这个贯词, 不定贯词, 放在前面, 放在professeur前面呢, 他实际上是一种范指, 他的身份的, 他范指是他的身份, 他的职业, 在这里面, professeur, 跟主语也配合了, 他是男的教师, 而且是单数, 后边那些, de la science de l'information, 都是修士professeur的, 所以大家要看到, 法语当中和英语完全不同, 他在表述的时候, 他的限定的成分, 都是放在主词的后面, 他是道庄的, 比如我们常说, 比如说英语也会有道庄, 比较少英语, 更多的是根据, 跟中文的意思差不多, 比如南开university, 南开大学等等, 都会这么说, 但是法语就是university的南开, 就这种情况, 所以做法语翻译, 比英语翻译要累, 是为什么呢, 因为法语他会把主词, 放在前面, 修士放在后面, 他说话和中文的语序, 是反着的, 那么这样一来, 你在翻译的时候, 你要等他一句话说完, 你才明白怎么回事, 你才能说出来, 所以更加考验人, 这是我们随随随着来一个, 我们自己行业天才, 确实是法语翻译比较累, 比较困难, 那一来, 他是信息学的教授, 信息科学, 而不是information science, 所以这个思路, 有时候我现在说英语, 我基本上更喜欢用off, 因为加个off, 就要能按法语的语气来说了, 我就偷懒了, 我又不用再想去了, 好, 第三句, Nous sommes très heureux, très heureux, 好, 我们很幸福, 我们很幸福, OK, 第四个, 没事啊, 好, 第四句, 把这个声音关一下, 中间, 一类太多 heureux, 这件事情出来了, 一类太多 heureux, 大家注意, 儿子, 又不是儿了, 它是阴性的, 看到了吗, 同学们, 因为前面的主语是他, 是女的他, 这就是性数的配合, Due fatigue, fatigue是累了, Due fatigue, 你累吗, 这个你一看就是男的, 如果是女的, 那就是加了一个儿在fatigue后面, 那这个可能就是女的了, 我是这个意思, 那么下面, 这个, 这个, 一类不, 一类不, 不, 我讲过, 不, 指的是男的的漂亮, 哎, 这小伙子长得真帅, 一类不, 漂亮, 女的漂亮, 阿拉败了, 阿拉败了, OK, 啊, 好, 这败了就是女的了, 这败了不会用在男的身上, 但是, 会不会用在身, 有的时候, 有一个词, 也是败了, 也是用在男的身上, 但是不是, 为什么呢, 下面这个, 大家看, Belami, Guy de Moubasson, Guy de Moubasson是谁呀, 法国著名的小说家, Moubasson, Belami是他的一本小说, 叫做漂亮朋友, 我们也一作俊友, 俊友, 这边, 大家注意看, 就是Belami, Belami是俊友, 但是这个阿密, 是男的的朋友的意思, 而不是女的的朋友, 我这本书给大伙俊阳俊友, 很旧了啊, 非常旧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 1958年, 1958年印刷的, 很旧的一本书了, 对, 很旧的一本书了, 这个是我收藏了很多老板的法文的书, 也是算是自己一个喜好, Belami, 就是我当时我有这么一本书, Moubasson的一个作品, 刚才看那个头像就是小说的作家, Moubasson, 这个里边, Belami, 我们叫Belami, Ami是男朋友, 后面加上字母, 是女朋友, 这个是Belbo, 这个词有三个写法, 为什么在这里边不用bo, 男的Ami为什么不用bo啊, 因为这个Ami第一个字母是原音字母, 所以他要写成这种形式, 那么法语当中有很多个, 不是说大部分啊, 不是说大部分, 是有很多的形式会有这种情况, 以bo为代表,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性数的配合, 法语的数字我们上次讲过了, 因为法语的性数配合是一大块的内容, 所以我上次课的时间不够了, 没跟大家讲, 那么数字我带大家念一遍就可以了啊, 自己下去背一下, 我希望你必须把这数字拿下啊, 你不把它拿下, 他就把你拿下了, 因为到后边的话, 我们学到100的时候, 那就更加复杂了, 这只是猫猫语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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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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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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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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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5, 我听有同学读的是 要读出来 给大家 两分钟的时间 自己练一下 好 4 5 6 7 8 10 1 2 1 2 1 2 1 3 4 5 6 7 8 9 10 好 下一个 这是我们第六课的内容 刚才是第五课的内容 不好意思 刚才第五课的内容 这是第六课 第六课我们讲的连颂 对吗 是连颂 对 我们讲的连颂 然后呢 又讲了连音 OK 那么我们再学习一个因素 哦 为什么 为什么怎么看这个样子 好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因素啊 太多了 有同学一看 怎么这么多呀 但是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这个发音是 撕 撕 撕的发音呢 也很简单 大家都会发 修个英语的都会发 撕 实际上就是你的时间 抵住你的下牙齿 让气流从嘴的缝隙当中 摩擦着通过 这就形成了撕的发音 前面讲的一堆 前面讲的一堆 你看上面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 所有这些放在一起 就说明一个问题 所有字母S都发死的音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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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情况 不发死的音 第一种情况 在单词的结尾 但是在单词结尾不是说都不发 有个别词发 我们第四行写了 这两情况发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啊 就是 字母S 在两个原因字母中间 它不发死的音 它发Z的音 但是我们今天这里边强调了 你像第二行 虽然它在两个原因字母中间 但是呢 它是在符合词的第二个成分开始的地方 符合词是什么 大家看后面 就第二行 第二行这个啊 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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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大家明白 安地 安地是 反抗什么什么的 反战呢 反纳粹呀 反什么什么的 都是反安地 后面 跟着你 它是两个词组合成了一个复合词 说白了 人是两个独立的成分 Sosial 大家都知道是社会的意思 社会 Social 所以你说 安地 Social 人们就听得懂 反社会潮流的 但是你说 非按着读音规则 把Social 前面那个读成 So 安地 Social 你念的不痛快 你也半嘴 会咬舌头的 安地 Social 多难呢 而且呢 你这个Social的意思就变了 所以我们说 在这种复合词当中 它排读S 但是呢 如果说 它 是复合词 一个字母S 在两个原音字母 大家注意看 前面一个S 后边一个O 都是原音字母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发 Z的音 它就发 Z的音 有一个 再讲吧 发Z的音 好 那么首先 S 字母S 发4的音 我说了 后边两个 三词 带大家念一下 带着大家念一下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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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对吧 帮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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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RF 我们学过对吗 上节课学的 发什么音 A A 发A的音 帮C 再跟大家说一下 凡是这个 不能说凡是啊 我怎么总说这种绝对呢 不能那么绝对 大部分 以RF结尾的词 在法语当中 大部分 90%吧 是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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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这动词当中 以RF结尾的 大部分 是第一组动词 这个大部分能够多少呢 我估计也是80% 甚至90 好说 所以 这个词 你看很多情况下 它可能 可能是动词 但大部分情况下 是动词 好 帮C的意思是 思考 想 什么事情 我想一想 来帮C 让我说 好 这是前面两个发音 好 这个词 我还桑不了吗 我还桑不了吗 大家念就行 它是桑不了 我还桑不了吗 我还桑不了吗 桑不了吗 这也是符合词 那么 第三种情况 就是两个字母S 一对 在两个原因字母当中 实际上它 就是让你区别开 一个字母S 在两个原因当中 OK 好 那么在两个原因字母当中 它记住是两个S 如果是一个S 就发Z的音了 Z的那个音 就是这个音 这就是Z的音 但它不是 它不是 是S的音 所以两个S 就要发S的音 巴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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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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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第四种 儿子 儿子 女儿 女儿 女儿是Fee 儿子是Fees Fees 我这嘴皮熬了 我差点说成儿子是Fees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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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ess 这前面呢 全是字母S的情况 下面就不是了 特殊情况了 这个特殊情况呢 大家注意 我们以后会这个S 这个发音C 在字母A A A E 和一个Hack前面 发S的音 那么除此之外 在其他的前面 字母C 发什么呀 发K 我现在 买一下一个伏笔 在这四个字字母前面 他发S 比如说 第一个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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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S 我先不给大家念了 这个词你们读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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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就出现了 大家辩证的看啊 我说了字母C 在 A A A 一个Hack前面读S的音 那么 如果这个字母C 在AOA前面呢 那肯定读K的音了 对吧 OK 但是我不想让他读K的音 K的音太尖锐了 太硬了 我要把它这个音软化下来 在这三个字母前面 要软化下来怎么办呢 在他下面加一个软音符 小蝌蚪的尾巴画上 他就不读K的音了 他读S的音 所以 你看 这种情况下 你想让字母C 在AOA前面发四个音 就给他加个软音符 让他的发音软下来 第一个单词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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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Le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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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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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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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 情况就是字母S和C 结合在一起 就发一个S的音 最明显的 也是最常用的 就是 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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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一个 Song 在一的前面 在一前面 实际上 后面这两个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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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我上传了一个 魁北克 我们加东去年 带着孩子 加东 15日游的一个旅游的Vlog 在YouTube频道上 大伙给看看 帮个点个赞 拉个人 什么的 但是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到了 魁北克城的时候 魁北克城的路标上 就写着 La Capitale Nationale 所以魁北克人 把自己的地方叫什么呀 叫做 国家 首都 Nation 就是国家 民族 这么个意思 Nation 这个词 看你怎么理解了 英国人 我可以说 英语的可以说 我们 我们没有给 国家的称号 那是民族 可以怎么理解 但是你说 Nation 有没有国家的味道 也是有的 就是那个 比如说 国家图书馆 国家运动场 你不都是Nation 对吧 这个Nation 就是民族 国家 种族 或者说我们说 种族民族 这个 后边这个 Amb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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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 D就不读D了 不读T了 读S 跟后边 Sue 他们的口型 特别小 Amb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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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走的是一个鼻腔共鸣 这鼻腔共鸣不是说 不是我今天感冒了 我发音那么浓重 你平时你也应该发音这么浓重 有一个鼻腔的振动 就是 北京 老北京唱京韵大鼓 天津唱京韵大鼓 走鼻腔 那个鼻腔共鸣 走这个就对了 这个发音呢 我们到后边会学 到后边会学 别着急 最后一个 就是字母 X 在少数的单词的词尾 这种少数单词 实际上呢 就是在数字当中 数字 你看啊 法语的数字 月份 它的来源 你会发现尤其是月份 它的写法和念法和正常的传统的法语 是不一样的 和英语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月份是来自于希腊神话当中众神的名字 对吧 好 那么法语这个数字也是 Sis Sis 剩下给大家一些时间 大家自己面临这个 好吧 是 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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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疚 我就是要 作语 作语 语 我们可以将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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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an i sicklead 打 雷总 s s 不是雷送 不是雷送 是 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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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的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读得差不多 但是呢我们现在啊 我看着这个书 可是有one person one person 二十个人 那我听这声音也没超过十个 连五个都没超过 其他同学 干嘛呢 我今天不大舒服 这大伙也看得出来 咱就下次再说啊 下次我真就开始点名了 咱这么周啊 啥这么周啊 非得累送 累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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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同学们 我说了啊 我说两句 那自己要回家 自己回家念 好吧 今天呢状态不假 所以我们今天早下点 八点五十五 老师辛苦 没事 谢谢老师 不客气 早点休息 我测了四次 四次全力研究 就是感冒了 流感 我儿子传播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谢谢老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订阅 明镜下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下 P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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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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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